Hello,大家好,又是我,King 今天就想說一下硬幣這件事 加拿大的硬幣 首先說一下這個硬幣的貨值 最大的就是2元,這個是2元 然後這個是1元 這個是25元 這個是10元 最後這個是5元 有人問過我,來到這裏有什麼不習慣 我想到的就是我一開始 我是5月來的 來到這裏大約是5個月 最不習慣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錢 硬幣 應該說是硬幣 那呢 我初頭來的時候想著 硬幣這些東西怎麼會難倒我 硬幣那裏寫有多少錢 1元就寫1元 2元就寫2元 5元就寫5元,10元就寫10元 啊,我來到這裏 才發現 才發現是會寫多少錢 不是沒有啊 不過呢,你看看它 譬如這個,2元這樣 這個2元 你看到它有寫2元 這個2元 這個2元是在這裏 看死人啊 大佬 1元也是的 都是這樣的 OK 都算了 最吊詭的是 這個是1元 這個是2元 1元是同幣 2元就是這樣 還有些什麼呢 講個最大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叫1.5元 25元 這個是5元 即是5仙 這個是1毛錢 是10元 好了,你有沒有發現 10元 和5元 這個大小 這樣看得到 10元 即是1毛錢 啊 這個呢 是5元 5元 5元 比10元 5仙大 比1毛錢 什麼事啊 你這樣很難分 然後我發現 怎樣分呢 當你呢 去買東西了 這個買東西了 你看 要怎麼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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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仙 10仙和5仙 要怎麼分 這個2分 這個1元 這個2元 這個1元 這個1元 那其他的呢 比如買菜 街市 街市 因為你現在去超市 可以用debit card 用credit card 街市沒有的 有時 有時沒有 你拿著這堆神沙 OK 大哥啊 後面很多人在等你 那怎麼辦 12.78元 12.7元 12元 拿了12元 拿了10元 拿了10元 拿了2元 12.7元 7元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痛定思過 就看一下 真是看一下 究竟是怎樣分 那我看完之後 先拍這段影片 我看完之後呢 有一個竅門 有一個竅門 是很容易被你分辨到 它是多少錢的 看 2元 還有這個是1元 你不用煩了 很容易分的 最小的那個 最小的那個 一定是10元 其實最難分的就是這兩個 當你放在一起 你就最難分了 這個呢 就是25元 就是5元 那呢 哦 原來我一看 它的側面 它側面 你看到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5元 然後你馬上側面 這個呢 是不是有腳趾的 這個是25元 就是說呢 當你很多銀幣的時候 你最緊要分 它側面那裡 有沒有腳趾 沒有腳趾那個就是5元 有腳趾那個就是25元 還有一樣東西 這裡呢 有時候呢 會出現少數點後兩個位的價值 的嘛 比如說12.78 那 那8仙 怎麼算呢 你沒有 你沒有 就是現在沒有 一線的嘛 市面不流通 那呢 它們有一個 Round Up 制度 就是 如果你是12.6號 6 12.6號 6 和12.6號 7 那就會Round Down 做12.6號 如果你是12.6號 8 或者12.6號 9 那就會Round Up 做12.7 這樣計 那你有時候 付錢的時候 你就知道 究竟要付多少錢 或者 我付多少錢 他不付給我呢 就是這個意思了 今天就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